台北地檢在105年3月30发布你通气 你涉嫌诈欺 警方将遭地检署通气7年的嫌犯上靠逮捕 这名无姓女嫌犯在逃亡期间 竟然还以投资事业及高额红利诈骗多人 随机捐款潜逃 初步估计得手金额达千万元 日前接获被害人报案 只声遭无姓犯嫌以投资果园化妆品 可获取供后报酬为由吸引投资 起先均给予高额红利 是被害人继续投入大量金钱后 随机捐款潜逃 经查该名无姓犯嫌平常投入佛教禅士各项法会活动 博取有人信任后再试机行骗 进一步追查发现无嫌已遭通气7年 居无定所 期间多靠相同手法行骗 警方切而不舍过滤多项线索 冲将无女弃捕归案 警方除了将犯嫌依诈欺及通气案件移送法办 也提醒民众保证获利的高额报酬一定有诈 投资前一定要小心求证 警方也会持续打击诈骗 保护民众的财产安全 记者张细腾台北报道